肝内胆汁淤积症案例 我姓黄,住在杭州 2019年我31岁怀第二胎 三个月产检,发现又得了肝内胆汁淤积症 第一胎的时候也是这个病 据说胎儿随时有可能窒息,立即用新衣治疗 但住了两次院,也没有治好 后来又看中医,提心吊胆 总算能保到足月,进行了剖工产 这次就完全用中医治疗 结果是指数控制住了 但是整个人体力差,很容易累 2019年11月初,我怀孕七个月 到了孕后期,中医也不敢给我继续开药吃了 我的身体也很虚弱 医生建议我去住院,可是我不想 我一直想找一个对宝宝最好 伤害最小的方法 偶尔听好朋友说,用原始点治疗好了重病 我立马决定去找原始点师傅调理 我怀孕前身体就一直不好 经常体力虚弱,头晕 胸温心悸 所以学习原始点后,我明白需要以补充热能为主 加上按推原始痛点,适当运动等保健措施 原始点处理细节 一,用姜片和人参熬制浓姜参汤 每天喝,不喝水和奶制品 二,含粮性食物用姜粉、辣椒、胡椒等热性调料来烹饪 寄水果 三,脾气情绪也要控制 不过这是最难的 要想改变自己,管理好自己是非常难的 原来原始点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过了一个月左右 我的体力在慢慢恢复 虽然师傅说用不着去产检 可是我不放心,还是偷偷去检查了 结果是指数降下来了 总胆脂酸从19.5降到了10.4 达到正常值 胎儿发育也很好 这下我也就放心了 大家好,我是黄东纯 我怀疑期间得到的肝肋胆肌预计症 就是通过原始点治疗好的 非常感谢张张汉老师发明原始点 希望我的案例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谢谢